各位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非常高兴呢 在这里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学习职业医师去风师的药物 那么在去风师的药物当中 我们要讲解哪些内容呢 那么我们主要讲授去风师药物的性能特点和主治病者 那么他的注意事项要求大家要关注 为什么 那么这一块呢 主要是临床运用比较多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说这些药物啊 一般来说呢 是新温相造的 所以说容易嚎伤什么 阴血 所以说阴亏 血区的患者呢 应该慎用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去风师药 那么去风师药干什么用的呢 一般来说呢 去治疗我们的风师或者我们的内风师的关机炎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毒活 那么在学毒活之前呢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之前学过的一个叫枪活 那么毒活和枪活的功效呢 特别相似 都有去风师散寒止痛的作用在这儿 但是呢他们作用的不为不一样 一般来说呢 枪活呢 治疗的是上肢的鼻痛 而毒活呢 治疗的是下肢鼻痛 一个是胳膊 一个是腿 这是他们的区别 大家掌握这个 然后 毒活这里面另外一个考点 毒活能够解表 解表 是我们去风师药物这里面特殊点 所以说考试的时候 有时候这么问你 说下来的药物中 去风师又能够解表的药室 这里面给你一个 威尼仙 骑蛇 毒活 选什么 选毒活 那么再有呢 毒活呢 他还能归圣经 治疗什么 腰膝酸痛 要多 同时治疗的是什么 哨阴经头痛 哨阴经 主要是说的是圣经 这是我们的毒活的考点 其他的内容呢 大家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看 威尼仙 那么威尼仙 是重点要 那你一定要听老师讲 那么这里面 威呢 是指的是力量的俊蒙 那么你想象一下 说这个药物力量比较俊蒙的话 如果是这个人身体比较虚弱的话 能使用吗 注意 一般来说力量俊蒙的话 一般来说身体虚弱 不宜使用 或者叫慎用 那么 那么为什么他的力量俊蒙呢 主要是他在治疗风湿 内风湿的关机炎上面 力量比较俊蒙 他能够是过山 是吧 过这个山 遇山 杀山 遇魔杀魔 遇鬼杀鬼 对吧 他能够去风湿 痛落止痛 什么原因 因为他心味比较大 他走窗的力量比较大 OK 然后另外一个 临仙 临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药物 他的功效的灵验 那么功效的灵验 体现在什么地方 体现在治疗骨梗 治疗骨梗 那么我们在生活中 有的时候啊 说吃鱼啊 一不小心被鱼扎着了 被鱼翅卡住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用微淋鲜和醋一起煎 用白醋一起煎 然后呢 喝下去 我们骨梗呢 卵颅棉 很快呢 就能够消除下去 是吧 所以说这里面 他还能治疗骨梗啊 等等 那么甚至呢 对潭水啊 急剧啊 等等 也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所以说这里面 我们通过两个点 一个从微 微指的是力量俊猛 力量的俊猛 主要是 把我们这些 经络不通 给散开 那么灵验 主要说的是什么 和白醋一起煎 治疗什么 治疗骨梗 那么消骨梗 是我们微淋仙 参考的一个点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窗屋 那么窗屋 你不要小看它 窗屋 考试经常考 说下类的药物中 是治疗风寒 湿壁的 药药的事 那么这里面 恰恰就是 我们的窗屋 那么窗屋啊 一般来说呢 是有毒的 所以说 一般我们需要 仙间或者酒间 来降低 它的毒性 那么这里面 我告诉大家一点 今后 你可以用这一点 去推测 在我们的宗药学当中 有很多药物 带什么字呢 带污 带污 这里面有窗屋 炒屋 屋头 屋药 它均是什么性呢 均是温性 温性能够干什么 能够散寒 散寒能干什么 能够止痛 所以说 这是共性 那么 共性的东西 老师总结了 那你就认真去听 认真记 那么这些东西 是我们生活中 总结的 很多同学 没有这个能力总结 那么你就去多听 多近 带子的药物 阎老师总结了 带污的药物 阎老师也总结了 所以说 各位亲 一定要听什么 听蜜来讲 是吧 记住 OK 创屋呢 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 下面我们来看什么呢 我们来看 骑蛇 那么骑蛇 是一个重要的药物 那么这里面 大家想 蛇 是什么样的呢 长条状的 那么 在人体当中 什么东西是长条状的呢 经络 是长条状的 所以说 有这样的特点 以形 补形 那么我们在 中药当中 还有个药物 也是长条状的 是谁呀 地龙 那么地龙 就是蚯蚓 也是长条状的 也能够干什么 通络 所以说骑蛇 和地龙 他们治疗什么 经络不通 那么经络不通 有几个情况 一个就是 我们说的 风湿 避震 就是我们说的 风湿 内风湿的关节 经脉不通 那么再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中风 半生不随 也是 经络不通 是吧 那么这些呢 都可以来治疗 然后再有一个 骑蛇 能够什么 能够定金 紫金 那么这里面呢 主要说的是什么 经风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说啊 蛇 这东西 有点意思 活着的时候呢 能把人给吓傻了 那么死了以后 恰恰又把傻的人 是吧 惊吓 坏了的人 治活了 这就是蛇的特点 能治疗什么 治疗金风 破香风等等 那么乌烧蛇 和我们的骑蛇 有相似的特点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老师呢 就不和大家 过度的赘述了 是吧 相似的 相同的点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一带而过 下面呢 我们来看什么呢 我们来看木管 那么木管啊 这里面 有什么功效呢 有什么功效 那么这里面 大家注意哦 木管呢 它呢 有什么作用呢 它能够美白 美白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化湿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呢 木管呢 有什么 有木瓜胶囊 有野木瓜胶囊 那么野木瓜胶囊 你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治疗风湿的 内风湿的关肌炎 那么有的时候 骨质真身 也经常会见到什么 木瓜丸 所以说这里面 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一个呢 那么这个药啊 是治疗吐泻转筋的药药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上吐下泻 是吧 胃脚的疼 那么这是 我们吐泻转筋的药药 经常会考这个 是吧 那么它是湿壁 筋脉软疾的药药 等等 这是考点 那么再有呢 清风疼 清风疼 我不用说了 是吧 因为老师说了 疼能治疗疼 一般来说能够什么 去疯通落 那么记住这句话 写下来 记住这句话 叫住慢疼锁 住慢疼锁 慢呢 就是草子头 加慢慢走的慢 半边 疼呢 清风疼的疼 锁呢 就是神锁的锁 住慢疼锁 住慢疼锁 均有 均有 去疯通落之功 写下来 那么下次呢 我们看到什么慢 什么疼 什么锁 均能干什么 去疯通落 治疗什么 疯失必证 疯失 内疯失的关系 OK 我们对 去疯失 散寒药 这块呢 进行一个总结 那么这里面有 枪火和毒火 那么枪火和毒火 这里面各位亲 注意什么 他们均是 治疯失 内疯失 关节的药药 那么注意哦 那么治疗上肢 的是谁呢 是我们的枪火 治疗下肢的 是谁呢 是我们的毒火 下肢 毒火还能录圣经 治疗 腰膝 酸痛 那么再有呢 就是毒火和威灵仙 那么毒火呢 他能够解表 解除我们的表证 而我们威灵仙 能够去疯通落 消潭水 止谷梗 这是他们的区别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去风湿热药 那么去风湿热药 这里面 我们注意哪些内容呢 那么我们来看 这里面的 琴交 那么琴交啊 这里面很多同学 可能不太清楚 什么叫琴交 那么琴交 比较好的琴交 长在什么地方呢 长在西北 这里面很多同学 可能不太明白 我说完了 以后 你也像阎老师一样 这么明白 那么琴交啊 他发现的地方在什么 在琴国 那么琴国的都城 当时在哪啊 在陕西啊 是吧 那么这个交 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同学可能 对这个交都不知道 交呢 是这个意思 交通交 那么交通交 就是交缠在一块 一般来说 有什么 有纠缠不清的意思 纠缠不清 那么我们说人体中 什么东西容易纠缠不清呢 筋脉 筋脉纠缠在一块 那么纠缠在一块 就会出现什么 筋脉的不通吗 对吧 哦 是这么回事 那么琴交呢 它是这样的意思 发现于琴国境地 能够去除人体 经脉 纠缠 不清的药药 这叫琴交 那么它能够干什么 通路 去风湿 OK 这就是我们说的琴交 第一点就讲完了 那么治疗什么 治疗我们的风湿 内风湿的关键 对吧 那么同时呢 还能够治疗什么 筋脉不通 中风 不随 是吧 中风不随 一般是筋脉不通吗 OK 然后呢 再有呢 说能够退虚热 那么退虚热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呢 治疗什么 治疗更年期 骨针朝热 一般跟我们的憋甲呀 这些药物呢 一些联用 那么叫琴交 憋甲汤 你们在学方济的时候呢 会继续学习它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它能够清湿热 治疗什么 湿热黄胆 用的比较多 那么这个药物啊 经常烤 所以说呢 就要求我们 把一些性能特点呀 等等呢 要掌握住 那么因为 清湿热黄胆 所以说归的是肝胆经 比较好办 是吧 还能够归什么 归胃经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来教大家 把琴交 记住 那么琴交呢 一般来说呢 我比较喜欢把它呢 进行什么 进行谐音记忆 请教呢 写成叫什么 叫请教 注意哦 严老师在写的时候 你一定要写啊 赶紧的拿出笔来啊 尤其是很多同学 是吧 在线下的是吧 你看不到我是吧 但是 严老师让你写 你必须得给我写 不写 绝对不行 那么怎么办 叫请教 那么 你就想 在生活中 经常会碰到这些事情 对不对 叫请教 说一个人呢 到你这来请教一些事情 那么注意哦 这些人 有的时候 他并不是真的不会 而是 想看看你 到底会不会 是否有两把刷子 那么我记得有一次 到这个江苏呢 去上课 上面收课 我就发现 有学生呢 就开始给我提问题了 他就想 哎呀 你看你这个严老师 这么年轻 到底行不行啊 后来呢 他就拿一些问题 来问我了 那么最后呢 我就给他讲完了 后来我一看 这种情况不行啊 是吧 很多学生 岁数都比我大 是吧 有的学生甚至呢 跟我爷爷岁数 都差不多大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我就不用输啊 后来我就 输 我都没看 知道吗 输我都没看 我就把我讲的这一部分内容 中奥方记这块全部讲完了 那么那个时候 小伙伴们惊诧了 是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 他问你的问题 他不是真的不会 而是想 看看你怎么答 想请教你一下 是探一下虚实 探虚实 虚 退虚热 食 退湿热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老师告诉我 说请教是探虚实 虚退虚热 食呢 轻湿热 治疗湿热 黄带 同时呢 他发现于情果 治疗纠缠不清 通 筋脉 通落 所以说能够去风通落 这就是我们的情胶 情胶 那么 亲食油能治疗什么 食油黄带 等等 那么情胶呢 是一个重点要 在2012年考试当中呢 也考了 希望大家呢 在这呢 也注意一下 那么2014年也考了 下面我们来看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防挤 防挤呢 一般来说呢 主要是B型体 主要是治疗什么 治疗水种呢 用的比较多一些 那么再有呢 就是 细仙草 那么细仙草呢 一般来说呢 它主要是立关节 解毒啊 一般来说 用于什么呢 用于我们的风湿 类风湿的关节炎 时间长了以后呢 红肿热痛 是吧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说 这种情况啊 在中国发生的特别多 大家都知道啊 在中国 老百姓得病 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小病托 大病扛 等着病危 见阳旺 对吧 那么 其实这一块呢 我们就这个现实啊 老师说的话 是现实啊 那么什么原因呢 究其原因 主要是还是 中国的医疗的改革呢 还存在一些问题 是吧 人口的资源呢 多 是吧 那么 但是呢 我们说人均的资源量 就少了 是吧 那么再有一个呢 主要还是跟政策有关系 是吧 你说 搞了那么多大参观 你说那些大参观 全部抓起来 每个老百姓 上点社保 上点医保 我就不信 这个改革不成功 是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也没办法 那么我们小老百姓的 就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 就行了 是吧 那么 但是呢 有的时候国家大事呢 我们呢 是吧 我们也不能讲一些 太多的东西 是吧 那么这里面 我们只要 每个人把自己的圈子 都过好了 那么整个大环境 也就过好了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的落屎藤 那么落屎藤呢 这里面呢 它能够去风通落 那么不用讲了 是吧 去风通落 治疗风是内风的关节 那么另外一个呢 落屎藤呢 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能够消阻 然后呢 再有呢 就是伤脂 那么伤脂啊 注意啊 伤脂 这个脂通的是什么 这个脂 脂体关节 它能够立关节 所以说有的时候 风湿 内风湿的关节炎呢 经常会用我们的伤脂 那么下面呢 我们对禽交 防紧 这些药物呢 进行一个比较 那么禽交这个药物呢 它去风湿 效果比较好 一般来说呢 就是有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风湿 这个时间长了 出现红肿热痛了 我们可以用禽交 然后呢 再有一个呢 如果体内湿热比较重 出现湿热黄胆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上禽交 那么禽交呢 还有一个这样的特点 推虚热 那么推虚热 一般是骨针炒热 用的比较多 一般配上我们的鳖甲 而我们的防紧呢 防紧呢 虽然是驱风湿热药 但是呢 它主要偏于治疗水肿 治疗什么 治疗小便不利呀 小气呀 等等啊 那么这一款呢 曾经在2011年的 医师考试当中呢 有所设计 希望大家呢 要注意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驱风湿 抢筋骨的药物 那么驱风湿 强筋骨的药物 这一块呢 我们注意什么呢 驱风湿 强筋骨啊 这里面有几个药物 要注意的 我们学的时候 要把香剂生 五加皮 这些药物 放在一块 进行对补记忆 那么我学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 我学的窍门 我学窍门的是什么 我把它们的功效 都记住了 驱风湿 补干肾 强筋骨 是我们香剂生 和五加皮的 共同特点 那么这里面 我们可以从 哪去进入手呢 我们从五加皮 入手 那么五加皮 和我们后面说的次五加 都是什么 都是五加类的药物 那么五加类的药物 这里面教你一个俗语 这个俗语 只要是严禁之老师的学生 都要会记 都要掌握 这句话一定要记下来 记 冒号 冒号 什么意思啊 俗语当然是冒号 要说了 对吧 宁得一把五加 金银再多不拿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宁愿得到一把五加皮 也不愿意拿太多的金银 说的什么意思呢 说的是健康 比金钱重要 那么小沈阳的笑话 小品说的好 人最痛苦的是什么 人死了 钱没花了 是吧 所以说这里面 人的健康呢 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说 宁得一把五加 金银再多不拿呢 他主要说的 强调的是 补干肾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说补干肾 跟健康很重要呢 因为人的寿命 是跟肾有关系 人的寿命跟肾有关系 是吧 那么尤其是有的时候 人的长相 是吧 人的长相 也是能够判断 他的肾气 他的肾是否冲肾 那么这里面 一般来说观察 哪些地方呢 交给你们 第一个观察的是下河 注意啊 下河 下河越长 寿命越长 所以说 我们有的时候 不要老是笑话 李勇丑 是吧 李勇长得丑 是吧 但是 人家的寿命 肯定是比你长 为什么 因为人家的下河是非常六加一 对不对 下河是特别长 那么另外一个 看什么呢 看我们的耳朵 耳朵越长 寿命越长 如果你的耳朵 不是耳垂 是耳朵 如果你的耳朵 能有八公分 九公分 恭喜你 一般来说 你的寿命在八九十岁之间 这是长寿啊 对吧 那有的同学开始 悲观了 老师 我的耳朵才三四公分 怎么办 我今年正好三十五 吓坏了 不用紧张 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是吧 另外一个 这个耳朵 是可以 增长的 那么怎么办呢 回去 找你的老爸 找你的老婆 是吧 每天给你上下量子 提一提 我相信你的耳朵 一定会长得非常好 像蝙蝠一样 对吧 OK 这是耳朵 然后呢 再有呢 就是眉毛 眉毛 那么眉毛的话 如果五十岁以后啊 眉毛是往上长 是吧 有长寿眉的趋势 寿眉也比较长的 这是我们说的肾 那么肾 要补什么 补肾 补肾补什么 用五家 因为老师说过 叫宁得一把五家 金银再多不拿 那么 我们五家皮 和商寄生 均能够去风湿 补肝肾腔筋骨 一般来说 用于治疗什么呢 用于治疗我们的风湿 类风湿的关系炎 时间比较长 骨骼的松软 那么一般来说呢 主要是我们的年龄偏大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们的区别 他们的区别 是考试的重点 一般是B型体 那么商寄生 生孩子 生孩子要干什么 要养胎 要安胎 所以说这块是B型体 然后我们来看 沥水 沥水就是治疗水肿 那么治疗水肿呢 是五家皮的口点 那么大家不要忘了 听什么 听密讲是吧 那么这里面 我们在前面讲啊 带紫的药物 能够明目 那么带皮的 药物能够干什么 以皮 沥水 所以说我们见到的 茯林皮 大腹皮 山白皮 梨皮 冬瓜皮 一般来说能够干什么 能够沥水 所以说沥水是它的口点 B型体 一般来说治疗水肿 脚气 腹肿 比较多 而我们的枸脊呢 跟我们的商剂生 五家皮一样 均有去风湿 补干肾 强筋骨的作用 那么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们对去风湿 强筋骨的药物呢 进行简单的比较一下 这里面主要是五家皮 和商剂生 那么五家皮呢 以皮 沥水 一般来说呢 治疗水肿 而我们的商剂生 能够安胎 治疗什么 治疗 胎动不安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节 所讲的去风湿的药物 那么下面呢 我们对去风湿的药物呢 进行一个总结 那么去风湿的药物 这里面有哪些呢 这里面有毒火 毒火治疗的是什么 治疗的是下肢必痛 上肢必痛是枪火 那么后来我们又学了 魏林仙 魏林仙说的是力量比较俊猛 所以说身体虚弱的人不宜使用 林仙说的灵验 说的是骨骼治疗方面 骨骼治疗的方面 不是骨骼啊 是骨骼 然后呢 再有呢 就是我们做的窗屋 那么带屋的老师进行的总结 窗屋 草屋 屋头 屋药 一般是温性的 能够干什么 能够散寒止痛 然后我们又学了什么呢 骑蛇 乌烧蛇 那么骑蛇和乌烧蛇 是长条状的东西 长条状的东西能干什么 去风通落 是吧 治疗什么 治疗经络不通 然后呢 我们又学了什么呢 学了像木瓜 木瓜呢 它能够美白 是吧 能够化湿和味 还能够苏经活络 苏经活络呢 它主要是用于治疗什么呢 治疗经脉的软疾 是吧 那么再有一个 我们说临床上 经常会见到什么 野木瓜丸 木瓜丸 木瓜胶囊等等 因为治疗骨质的增生 骨痛等等 那么再有呢 我们又学了什么呢 去风湿热药 那么去风湿热药 这里面有什么呢 有擒胶 擒胶是一个重点药物 它去风湿通落 同时呢 退虚热 擒湿热 当时老师讲的叫 擒胶 虚湿 然后我们还讲了叫防脊 防脊的它主要考虑呢 主要是什么 沥水消肿 治疗水肿 脚气等等 后来呢 我们又学了什么 去风湿 补干肾 强筋骨的药物 那么这里面 我们以五家皮为例 叫念得一把五家 金银再多不拿 它主要是干什么 去风湿 通落 强筋骨 然后呢 我们比较了五家皮 和香济生它们的区别 那么五家皮和香济生 共同的功效是什么 去风湿 补干肾 强筋骨 那么香济生 能够安胎 五家皮 能够立水消肿 然后我们又学了 最后一个药物 叫什么 叫枸脊 枸脊 去风湿 强筋骨 强腰膝 对吧 所以说这里面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学习的时候 学习的时候 要进行什么 要进行一个对比比较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去风湿的药 希望大家呢 把去风湿的药呢 好好的总结一下 概括一下 那么去风湿的药呢 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 那么本讲呢 到此结束 非常的感谢大家 再见